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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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說說 拉架相機 哪一部相機是同機 哪一部合金機 早期以前 像螺線可機一樣 它已經不同做了 但是螺絲機來說 之前的機器 就多度是Blackpink多 因為以前的年代 電腦科技沒有那麼蠻蠻 也未至於電腦 Chrome這個銀色機面 但是早期都是 Blackpink的螺絲機多 後期來說 電腦就會做銀色 銀色機來說是內容一點 以前年代的人 喜歡用銀色機 主要原因是 它是09上身 它是Chrome用很多 不會像Blackpink那樣 會掉色 退色現象 拉架很多黑色產品 例如機油或鏡 都會有一個 掉色退色現象 會露出銅 或是露白的問題 但現今的朋友 反而喜歡這種 經歷過窩的質感 它有一片一片露出來 自然流露的感覺 所以現今的朋友 喜歡黑機多一點 以前來說 大多數都是 但不記得有一個主錄 最早期的 去到M機第一部機 M3 M3是用銅組的機器 M3、M2、M4都是銅組的 但M4是比較特殊 M4來說 它的銀色機身 一定是銅組 黑色機身的背面 亦是銅組 但普通的Blackpink機 它亦有銅 亦有鋁學金 早期的都是銅 後期的就是銅 然後演變 M4打後 就是這架M5 M5就是最早期的軍用 鋁學金組的機器 M5來說 大家都聽過之前的介紹 它是M機的飛行機 中的開話最厲害的一部 因為視乎它給予你 功能上的東西 如果是一個真正外號攝影機 你會發現是很好用的 因為視乎它實在很方便 只不過外觀的賣相 就比較特殊一點 視乎當時的設計來說 要引入了測光鏢 所以當時的年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所謂的 拿爛雞年代 他們的電子方面 就是人手燒 用爛雞慢慢攀石攀上去 沒有現在的科技這麼先進 電子上的電子上的東西比較大舊 M5打後 接著來後的M42和M4P 都是合金機 M42和M4P這兩部機 就是因為拉架而言 因為M5令到它投資太大 所以便宜一些便宜價 可以一個運行價便宜的機 來救回它 因為視乎M誕生的時候 拉架是差點破產的 因為視乎沒有朋友玩這部機 因為外觀問題 賣相不漂亮 視乎很多人玩拉架的朋友 都會很著重外觀 比較想要拿出外面是比較酷的 還有什麼 之後到達到M6了 M6也是一個合金機 而M6的黑色機種 還有銀色機種都是合金的 但是M6有很多限量的特別版 黑色機種都是紅機 所以拿上手是會不同的 比較重一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M6的限量版比較多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但是它有不同的機種 它有不同的特色 現在我手上的本是M6 TTL版本 再早期的就是Class版本 再簡單來說 它有不同的View Video M6的製作比較成熟 跟其他機來說 之前的機來說 可能沒有那麼多變化 去到M6的時候已經是很穩定 其次之後就是M7 M7是唯獨一架有電子花園的機 但它也是一架合金機 好 因為很多朋友都喜歡Blackpink 可能在拉格知道這個訊息以後 去到MP的時候 就特地製作一架銅製的機 可惜今天我又得到銀色機的新 因為Blackpink的銅機的MP 暫時賣光在手上 沒有手機的手 要不然可以給大家看看 而它製作很漂亮 坦白pink來說 它跟九歲的那層黑色的表面 是很亮的 像鋼琴 鋼琴的黑色亮的那種美麗 老實說是很迷人的 如果今天給大家看到 如果看到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很開心 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有時間的 或者可以來我們店舖 如果希望我們店舖有的話 我也希望讓大家看到 因為那層Blackpink是很特別 很迷人的 很多朋友看到的話 都外不釋手 也是一樣的 不捨得用 是的 所以我們很多朋友來講 買一架MP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一部MP 儲物 另一部MP自己用 慢慢慢慢捉到他腦筒 這個大多數拉卡朋友 可能聽完這件事 都會感受到的 因為不少朋友 找一部MP Backplane來講 都有這個期望 可能有大多數的用家都在玩